好 再來看看第二位李亮錦 歡迎 李亮錦 23歲 166公分 台北人 很漂亮喔 很漂亮喔 是個美女啦 那麼李亮錦呢 23歲 166公分 台北人 她從事這一行的經驗有一年喔 不是普通人都敢做的職業 請問是什麼 張超智 一個美女耶 鋼管啊 鋼管很多人敢跳啊 那有什麼 一年啊 一年 內衣主播 錯 來 錦華Vivi 什麼答案 應該是清...就是清潔隊那一個 滿特別的啦 但是答錯了 就跟我們上次有人講 那個遺體化妝師一樣 來過 來 動力火車 那個...電梯的那個小姐 那個誰不敢坐 對啊 那各位六樓六樓運服裝到 各位旅客情況裡面幾點 各位頂樓頂樓到要跳樓的旅客 請趕快下電梯 來 Stella妳的答案是什麼 我本來要猜那個位遺體化妝 可是可能檳榔妹 然後穿得很少很辣的檳榔妹 那不行啦 現在不能穿很少了 但是妳說對了 她的工作穿得比檳榔西施還要少 好 永班 如果這樣妳還講不出來 我是不是那個...有人說躺在那邊 然後壽司然後全部被穿衣服 壽司放 對 好 人體餐盤答錯 請問 妳從事的是什麼事情 人體模特兒 就是讓那種美術系的學生就是... 人體彩繪 對 就是彩繪 這樣知道喔 歐莉桑 全身脫關關 再造X關 有一堆人 大家出錢 那邊 然後請他來 他脫光了給人家畫畫 是畫畫還是拍照 樹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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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他不是用身體給人家彩繪 他是當裸體的模特兒是不是 對 當時怎麼進入這一行的 因為當時候在劇團裡面 然後學姊他們介紹 對 那因為其實現在的劇團 並不是那麼景氣 而且其實從事這個行業 我並不覺得很...很糟 因為其實就是一種... 藝術 對 藝術 尤其看那個鐵達尼號有沒有 對 就是那個... 對 畫裸體的 對啊 那妳會不會有一些燈圖子這樣 怪怪的人 對 一定會有 其實因為我們在畫畫的時候 都是進到一個畫室裡面 然後進去裡面 學生是不能教堂的 而且他不能跟我們講話 那我們進去裡面 都是先裹著一條毛巾 那進去裡面之後 就是毛巾脫掉 然後會擺幾個 妳脫掉那一剎那 大家會發出聲音嗎 不會 有男有女啊 因為有時候男生 哇 是這樣 不會是這樣 變胖的 阿老師什麼意思啊 阿老師就是有點失望這樣 曾經有一次當模特兒 他就站上去就站好了對不對 然後因為前一天吃太多 而且是麻辣鍋 聽出來撇了一個大風 他撇完之後 超糗 還從大腿內側由湯流出來 哪有那麼誇張啊 沒有 那其實學生可以順道把它畫下來 因為那也是一個藝術 就是人體的一個自然的表路 那同學還以為好朋友來了 那個時候真的滿尷尬的 就是因為動作已經擺好了 妳覺得還很臭味道 對 很臭 因為那個教室是密閉的 然後開冷氣 然後 然後 妳這個膽子很大 那妳會不會站到表情都變了 我們 我們站10分鐘 休息5分鐘 真的嗎 所以其實下來的時候就還好 就趕快 趕快逃離那邊 二號李亮景是一位人體模特兒 同事這個行業已經有一年多了 你相信嗎